11月20日,刘德华父亲刘李去世,享年89岁。 12月5日,据中心文艺消息,刘德华与家人在香港殡仪馆为父亲刘李设灵。 早上刘德华先行到场为王妇刘李桑李打电。 刘德华穿上黑色西装,神情哀伤到达,直接进入殡仪馆。 下午20时18分,刘德华在现身,专程从灵堂落楼迎接太太朱丽倩和女儿刘相会。 刘德华到保姆车旁,右手牵着太太,左手牵着女儿步入殡仪馆。 11岁刘相会,大步跨台阶,跟随父母步伐。 据悉,刘德华的父亲刘李11月20日离世,12月5日在香港殡仪馆设灵,6日中午出兵。 灵鹫将移送到戈连城脚火葬场举行火花里。 包括荣祖儿、谢霆芬等在内的多位圈中人都送上花牌之意。 据报道,刘德华向来是圈中模范孝顺儿子,他多次带父母出席歌迷会活动,教导歌迷要孝顺父母。 除了经常陪伴父母,更细心照顾曾患癌的父亲刘李。 据称刘德华因父亲刘李爱吃叉烧,而将滑冬烧蜡买下送给父亲刘李。 据了解,刘德华的父亲刘李年轻时曾做过消防员,后来开了德顺市多小吃杂货店养家糊口。 与妻子育有六名子女,刘德华排行老四。 刘李在2003年不幸患上膀胱癌,后来到公立医院完成膀胱刘哥出手术并康复。 刘德华当年经历父亲患癌。 继而参与拍摄《童梦奇妍》诉说父子情。 1986年,刘德华随香港明星足球队赴吉隆坡时,结识了朱丽倩。 2001年12月,刘德华接受电台访问时,公开朱丽倩身份。 2008年6月23日,刘德华与朱丽倩在美国拉斯维加斯注册结婚。 2011年11月29日凌晨,刘德华在自己的官网上留言宣布无家有喜。 2012年5月9日,朱丽倩在香港养合医院产下一名女婴。